開始 現在再來這個疫情很穩定 這個指揮中心 最近有哪一生開放 最無可到台灣 每年應該有希望 可以回合國際路由 但是再來 有醫生的領域 六十五歲以上的事大 有萬聖年 這些檔情 跟風險祖軍 五湯一開放 就很專業 說要去國外企圖 世界各國 少年 三百年邊境 指揮中心 最近會幾歲出國路由的SOP 最近在那一百年有機會開放 不過再來有醫師就認為 若是有萬聖病數 六十五歲以上的座位人 還有BMI 在那三十醫生頂頂當中 有個風險祖軍 五湯到第一次就要出國 得到感染的話 對他們還是有一定的威脅 更來疫情有比較穩定 相關放電的措施 也當在整個月跟死亡 不過外界就煩惱說 病徑嚴格關節 押下來的確診率 恐怕現在相關的政策 如果是放電後 台灣面對可能有萬多人確診 還有BMI大規模一千本土的政行 如果是數以萬計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申請率還是太高 那會造成說 我們那個重症率還有死亡率 可能都是以那個百或是幾十個案例 那以每天這樣子來呈現 那我們醫療量能 可能到時候還是會有問題 醫師認為說 病徑徑開放之後 這樣會有大部比較真正在臺灣影響過來的社區 這要是要堅持在我們的疫苗注射率 那不是已經有夠了 要還有外國的疫情來決定 這也是先將這輩動心 要一步一步 慢慢開放 哪做哪檢討的原因 記者 中學報道